都有,文字函数点下去 它支援哪些功能呢? 点下去都有 比如说前面讲过的什么 像Laptor 这边也有 那当然你可以点一下说明 它也会有个说明出来 Laptor 跟你讲说 它的功能是什么样 其实大同小异,差异性不大 但如果说有一些没有的话 你恐怕就是要自己 用其他的函数去转换 像刚刚有一个Dative 这个也没有,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到 那相关的我想各位 有时间的话可以花一点时间 像我刚刚有看那个 像说明文件 还有什么新功能,这边也有 只是说呢,你会想说 这个东西 文章是写得不错,可是看起来很辛苦 但那个Google也蛮好的 你要不要翻译,按一个翻译就好了 马上就变中文了 虽然翻得不太好 可是至少比你看英文来得快很多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可以善用它的一些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些功能,比如说翻译的功能 大部分都只能够在Google的浏览器上面 才能使用 所以我前面讲过说 为什么一定要安装Google浏览器 假设你用IE浏览器 就会变成很多地方都会有产生问题 像刚刚有同学用IE浏览器要上载整个资料夹 就会发现只有档案没有资料夹 原因就在相容性的问题上面 好,那我想 这里的话,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看 就是说,请你们 等一下再开启,也是在云端里面 开启这个日期与时间函数 日期与时间函数 稍微看一下里面函数有哪些功能 再来的话呢 也把这个仪式有开启 不过这里你们可以把它改一下 因为我这个范例 是已经用了好几年 也用了大概四五年前 所以呢,现在已经改到什么呢 2012嘛 哪一个国家呢 下一个就是伦敦奥运 然后它的这个日期 我记得是 应该是没记错是727 所以2012 727 那假如说我要倒数计时要计算的话 这个地方我想你们稍微改一下 把它改成伦敦奥运 好,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